我們來賓都討論得非常熱烈 表現這個話題的確是吸引人注意 蔡英雄兄 葉勝茂為什麼當時還留一個銀本 後來給他抓到說是證據 他幹嘛留一個銀本 我個人判斷 我認為他情報投資 他太有把握 他認為不會這麼快就去搜索他家裡 而且郭勇煩那麼快 一下子去他家收到了銀本 我覺得收到銀本不收掉銀本 對案情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葉勝茂那時候 他講說他去告訴陳聰明 陳聰明說如果事證不明確的話 你們自己處理 你要想愛格門給我們那個 公文那個正本沒有什麼 那個護件 愛格門給我們那個護件 怎麼會不詳細 那護件是繼續迷移 裡面哪個護頭跑到哪個護頭 哪個護頭跑到哪個護頭 一落怎麼會不詳細 我不相信 他假如說把這個東西拿給陳聰明 我認為 這個錯誤不詳細 葉勝茂在做這事情已經處心機率 要把這東西給陳水扁看 有沒有跟陳聰明講我不知道 就算講也是輕描淡寫 只是表示說萬一他在出事 我也跟他講過 不引起陳聰明的注意 對...講一定盡量把他講淡話 真正的目的是要把這東西給陳水扁 一定是這樣 所以他這邊有講 他說我曾經把這個公文 也就是他的原文以及復健 對... 原文以及復健 利用見面的機會 面臣給我們陳總統 那麼陳總統看了以後說他會來處理 陳總統他現在跑到哪裡去了 我覺得葉勝茂的副本 我覺得自保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而且我覺得像一鴻剛才講到說 他拖大我覺得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他覺得怎麼會這麼快 就查到我這邊來 而且這個案子是如此的龐大 這是第一 第二我覺得葉勝茂的個性有點像這樣 就像他在柯建明的辦公室 然後會打個電話回去 然後竟然被監聽到 他一定沒有想到說 自己會被這樣子圈套給逮到 我覺得這是他的個性上面 誰能夠當六年的調查局局長 他一定覺得他在整個調查局裡面 收攏的各方面 是已經還蠻穩固的 所以我覺得他這有點拖大了 我跟乃京意見不一樣 其實葉勝茂很知道 他控制不了調查局內部 他也很知道說 他跟陳水扁的交好 其實調查局內部 很多人對他是有意見的 我記得在2006年 紅山軍最高潮的時候 葉勝茂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叫我做什麼的 我當然跟他平常有一些私人往來 他居然叫我去調查局裡頭演講 OK 所以其實我叫去演講 然後我就看著 就去了 我去了 我當然要去 我就對著所有第二句講 你們應該如何 政治領袖做什麼事情 都應該勇敢地把它揭發出來 然後下面的人就站起來 他就會舉手問問題說 為什麼你對陳水扁 國務交費的案件這麼有信心 那我就告訴他 哪些哪些原因這樣子 就是說其實葉勝茂 那個時刻已經在思考 他對陳水扁的忠誠 對他的效忠對或不對 所以後來紅山軍垮掉 然後陳菊當選 我想葉勝茂自己一看到 他第一份的情資他交給陳水扁的時刻 他是認為說可能陳水扁還是總統 我認為以他的個性 他平常在私下談話 我覺得他認為初期他判斷 認為是吳淑貞 陳水扁不了解他在外面搞什麼 所以他去告訴陳水扁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記者會 根本不是在談陳聰明的部分 他就是搖住陳水扁 我把正本給了你好 那最好笑的是 陳水扁自己後來呢 請我的同學劉導 發了一個新聞稿 給全台灣的各大媒體 說呢 他是依據葉勝茂給他的情資 依其判斷處理 他判斷處理什麼 他葉勝茂給他情資以後 我們看到他們家的判斷處理 就是陳水扁開始全球跑透透 然後到處去世前 他的處理就是如此 這第一個 第二個你剛才的問題 說葉勝茂為什麼要留公文 這個趙星你如果看 以前的傳記文學 調查局或者是以前 像代理他們這個系統 總統局的人 所有這些特務的 不管經手的所有的人 都有保留資料的習慣 對他們來講 這是他們人生參與過的很多事情 哪怕他殺人 寫回憶錄 他殺了文藝多 他都留下來 他現在不講 過了幾十年以後 你在傳記文學裡頭 你會就會看到 蔣介石石口不承認 他怎麼樣殺了一個真實分子 就由他手下一個特務 自己寫出來說 我當時是怎麼 偉大的執行國家 奉隨之命 所以其實他留資料本身 很可能對他來講說 這個資料 他未必是覺得自保 但是他覺得 沒有銷毀的必要 不是 如果資料只有那一份 那就算了 跳去裡面也有那個復健 對啊 跳去裡面也有一份 不是他自己要留在他身邊 所以你他留一份 沒事翻翻 我覺得 要寫回憶錄 保不了 這裡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 就是葉勝茂 他保留的是什麼 如果葉勝茂保留的是 艾格蒙洗錢聯盟 跟後面的復健 總共十一頁的話 那陳水扁還可以說 他給我的叫做情資 但是葉勝茂 我看到對他的起訴書裡頭 起訴書裡頭呢 他們在他家裡頭搜出來的 是一整份完整的公文 換句話說 如果我今天從一個檢察官 跟法官的心證來看 葉勝茂交全部 他會交給陳水扁 一定是交一整份公文 列為極機密 那要不然的話 我第一頁 葉勝茂幹嘛 把第一頁銷毀了 把後面給陳水扁 不會嘛 所以他就整個正本 給了陳水扁 所以我認為其實這件事情裡頭 對陳立委員來講 這可能是他繼8月14號 洪秀柱開記者會後 他最震撼的一天 因為又有一個罪狀 很清楚的背心 對 我覺得今天非常重要 今天非常 我本來以為這個事情 好像有點焦灑 辦不下去 葉勝茂跳出來 是很 其實是 老少你這個問題簡單 我覺得 我同意文謙這部分 就是說 這個辦案的人 留著復健 這是他們辦案人員的慣性 尤其是原文是在總統的手裡 那總統為什麼要把它毀掉 我保證總統一定 不管是有沒有毀掉 或是藏在哪裡 絕對從此不見天日 那個原件 為什麼 因為你是那個證據的當事人 你一看 毀之唯恐不及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今天葉勝茂開這個動機 我覺得是為了減壓 我覺得他壓力很大 而且他的目的 我覺得咬誰咬誰 你們都說一定要咬阿扁 當然這個是自然而然 你們覺得他在咬阿扁 但是他要咬阿扁又不肯 又不太願意咬得很狠 他的目的在什麼 因為他說謊 他說原件我忘了 不見了 忘了 他今天就是要把那個謊 圓回來 把那個謊翻過來 所以他說我不是一個說謊的人 葉勝茂怎麼會不了解陳水扁 怎麼會不了解 我跟陳水扁講 無數在海外有什麼東西 陳水扁會怎麼處理 葉勝茂怎麼會不知道呢 就算你不知道 你第二次 第二次啊 今年年初 你那個東西給他 他還沒有處理 下面一直問你 公文公文 你到今年 8月14號 周友藝問你 你都還說交給田中明 你這個葉勝茂怎麼搞的嘛 而且他今天在談話裡面 你看像陳水扁 還在約他 所以他們8月15號 兩個人見了面 他見了面呢 這個事情已經鬧開來了 他當面問陳水扁 陳水扁跟他講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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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時候 隱清風那個反監錄音帶一樣 錄音帶也是找不到 不去啦 我覺得在這個時刻呢 不知道陳水扁手裡很危險 對 在這個時刻 如果葉勝茂講的是事實 就是說他在跟陳水扁見面 然後陳水扁跟他講 找不到這段都是事實的話 他應該很知道 陳水扁會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他在這個檢察官 在問他的時候 他還是在幫他隱匿 他還是幫他隱匿 一直到今天才說出實話來 所以我覺得葉勝茂的這個 心情在這幾天的變化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我想一個是因為 政治上的壓力 輿論的壓力 家人的壓力 社會的壓力 那一方面也是講說司法排山倒海來 另外一個呢 大概他也覺得 看來陳水扁最近的表現 其實都有了 他最重要的是我幹嘛替你扛呢 對 調查局長 要不是你陳水扁家的 要不是你的家奴家譜 那是國家的一個名氣 我替你扛 扛到他那邊 我把公文吃掉了 我想告訴我 我沒有吃掉公文 這公文是在陳水扁那邊 是他吃掉公文 怎麼是我吃掉公文 本來到這邊是停了 現在突然說發覺說 我沒有吃掉 我給了陳水扁 他是總統 是最高元首 這是我的長官的長官 我給他 我並沒有不給他 對不對 那給了陳水扁以後 陳水扁怎樣 我們看一下 你覺得他就是這樣 我記得是 是8月14號吧 那一天的下午 剛好是我們陳前總統 臨時有一個記者會 辦公室通知我 改在第二天 也就15號的上午 我記得那一天的 到陳前總統辦公室 非常的匆忙 但是我還是有請示了一下 我們陳前總統 那麼有關於那件公文的下落 那麼陳前總統告訴我說 公文這個已經找不到了 大概整個過程 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好 鄉總 8月14 814好像空軍節 空軍節 對 陳水扁那天下午承認 對不對 對 好 結果呢 他說原來他們約好了 8月14號下午要見面 結果陳水扁開個記者會 所以就取消了 然後就約到8月15 8月15呢 他們東天到底談什麼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想一定談了很多 陳水扁 8月14號 照理講8月14號承認這個事情 8月15號最好不要約了 一定還要 他今天也沒有交代 對不對 談什麼 另外我想陳前總統也要知道 說你陳水扁 你這個葉聖帽 你將來會怎麼講 怎麼處理這個事情等等 我覺得要交心 要問清楚 從某個角度也是穿共 那葉聖帽就問了陳水扁 我覺得葉聖帽 這個時候就已經要保護自己了 那公文呢 公文不知道放哪裡 陳水扁說找不到 這個就坐實了公文的確給了陳水扁 所以他要再確認一次 這個公文 葉聖帽一發覺事情鬧大了 你陳水扁自己都承認了 教練會追公文哪裡去了 對 那個意思是說 你最好把那個公文還給我 然後不要說我曾經給過你 那不是嗎 那還是遺憾 那還是吃案 還是遺憾 因為這個公文 你要交給最高檢察署 公文上面明白寫的是 交給最高檢察署 總是交給阿扁好啊 交給阿扁比他自己吃掉 交給阿扁說 我請總統要交給 你自己看的辦 要交給最高檢察署 請吃 不是 我覺得葉聖帽 很清楚知道 他隱匿公文罪這個事情 是不可能逃避的 所以不管他今天講 陳水扁講什麼 他自己對法律的訓練這麼好 他今天只是說 他找一個自圓其說 所以我一直說 當事人都有自圓其說的傾向 趙先生你是要進廣告是不是 沒有 我等一下 香榮準備講 那你說 那我幫他講 所以我自己本身 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葉聖帽 他的觀察 可能他會對我們剛才幾位朋友的 談話很震驚 他可能會覺得 劉一宏怎麼一直罵我 因為他本來派對 那你要劉一宏讚美他嗎 不是 不是 我認為他可能 原來他的朋友很多人 因為都是朋友圈 覺得這樣是表示大義滅親 大義滅扁 不是的 我認為他的朋友 很多人給他一個意見 你為什麼要幫陳水扁扛 對啊 你只要咬住陳水扁 陳水扁在這個事情上 非去坐牢不可 那很多藍軍 跟很多這個社會的人 會比較原諒 戴罪立功 所以就是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這是一個 他是在做一個政治判斷 就是說我今天變成全民公敵 那對我來講 我沒有必要嘛 所以我今天只要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大家當然把焦點 如果移到什麼陳水扁 我覺得不對 就是大家其實要看的是 葉聖帽 願不願意在特徵組的前面 指控陳水扁 我公文交給了他 然後讓特徵組 可以根據葉聖帽的證詞 直接的起訴陳水扁 刑法138條 妨害職務上掌管文書物品罪 然後具體求刑 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向榮 這個 當然葉聖帽可能為了 按照這樣的講法 是也有代罪立功的這種心情在裡面 那你看陳水扁 到底把公文怎樣了 而且葉聖帽 交代那麼清楚 8月14 8月15 然後陳水扁說找不到了 這公文一定在要去身邊 這還是要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 你說陳水扁 對 沒有銷毀 我相信必然在他在他身邊 就這麼重要的資料來講 你說銷毀 明明曉得 他都已經把辦公室租在特徵組的對面了 我相信他都已經準備在520之後 是長期準備打這個司法坑戰了 怎麼可能把最重要的這些文書資料就銷毀掉 他說我找不到怎麼是敷衍業生嗎 我也不可能交還給你 但是你外界就懷疑說我把它銷毀掉 那又有什麼差別 總而言之我不會交出來 因為這個是我家去司法論告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他銷毀掉了 因為他的錢已經搬去別的銀行了 對…我同意文竊 因為他這個 這個東西不能讓他到法院去 等他到法院去 這文書又載我這裡了 他也不會到法院 你要收得到才行 但是我認為陳水扁 這個婦女老實說 流不流對他意義不到 他重點在於說 因為你們已經還要踩到我了 趕快 挪挪挪挪 挪的錢藏在一個你們找不到的地方 結果被沒找到被找到了 所以跑到十四國 周遊列國 對 貝利斯 落魯 今天葉正茂開記者會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在看就是 通常一個重要的關系人 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都會懷疑就是說 他的訊息不只是對媒體 不只是對大眾 他也對跟這個案子相關的人 就是說他的記者會過程當中 因為律師在旁邊 他每句話都非常的慎重 這些其實有一些 我們不見得能夠聽得出意思的 就是對陳水扁來講 聽起來可能耳朵裡面 是有些雄外之音的 就是這不見得是竄共的 但是最少我也在 我也放著皮 讓你乒乓一下 知道說我帶走可能會怎樣 就是讓你知道 知道我可能會有怎麼樣的態度 所以我認為今天葉正茂的記者會來講 因為他不是在面對特徵組 在私下在訓問的時候講的 他是記者會公開講 而且律師陪在旁邊 特徵組可能會再 也許加更多的東西 從那一句我們修一下講回來 他那個沒有法律效益 對